来以他2008年至2016年的财务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 来看企业整体的财务状况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企业的利润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企业的营业收入 从2008年至2016年 企业的营业收入是处于增长的状态 在2011年至2012年 增速相对来说是比较迅猛 从2013年增速开始减缓 那在2016年的时候增速又开始回升 那在做营业收入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对企业供应商的消入情况的集中程度 做相应的分析 看是否存在集中销售的供应商 如果该供应商发生相应变化的时候 对企业的营业收入变动影响是比较大的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集中风险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企业的营业成本 我们知道传统的加工制造也 它的营业成本包括料工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以及燃料和动力 那我们要将我们相应领取的材料的金额 以及进入营业成本的人工费用的金额 以及本期的制造费用的金额 和营业成本去做相应的匹配 保证营业成本的金额合约准确 不存在跨期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 在这种大型的生产型企业里面 它都有计划产能 那我们要将我们实际的产能和计划产能去匹配 看我们是否完成了计划产能 是否有企业超过完成产能 或者是完成产能不足 或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形在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企业的销售毛利率 从2008年到2016年 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毛利率 维持在90%至93%之间 毛利率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那我们想和大家多分享一下 魏州茅台它生产工艺性的一些特殊性 我们知道每年为了保证有一定的销量 那我们每年都需要库存一定量的基角 按照茅台酒的工艺 它当年的生产的这个茅台酒 至少要保存五年 那茅台酒它是有不同层次 不同轮次 然后不同浓度 不同年份的酒 混合而成 那由于它是自然发酵 有很大的人工程度在里面 那我们保证 我们不能保证它的产成品的成品率 那我们对它的产销率 也是没有办法精确的估计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税经济附加 从2008年至2016年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税经济附加整体是处于增长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2016年 营业税经济附加的金额增长比较迅猛 我们知道在2016年5月1号之后 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 银花税 从管理费用中核算 放到税经济附加里面去核算 那就会导致它的金额变动幅度比较大 那相应的 我们也要和管理费用去做相应的一个匹配 要看管理费用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是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是否和税经济附加的变动趋势 变动是否一致 再来看一下营业费用 那营业费用 我们去分析的时候 要拿营业费用占收入的比重 然后去做相应的一个分析 看营业费用占收入的比重 是否发生这种明显性的变化 导致该明显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该因素是否合理 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 那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 也是一样的分析道理 我们也要拿管理费用占 看销售收入的比重 做相应的比重的一个分析 看管理费用在2008年至2016年 占收入的比重是否发生明显性的变化 以及导致该明显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该变化是否合理 我们要和管理层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原因 看管理层给我们解释的原因 和管理费用变动的趋势是否一致 必要是我们也可以做相应的测试 然后保持我们管理费用的差异 在合理的范围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财务费用 我们看从2008年至2016年 贵州茅台的财务费用金额都是负数 那说明我们的利息收入 大有我们的利息 相应的利息支出 还有手续费的支出 那说明企业整体的货币资金流转状况 是比较好的 再来看一下资产减值损失 那我们可以看到资产减值损失 有正数有负数 那我们要看我们本期季节的资产减值是否充分 我们转回是否合理 再来看一下供应价值变动净收益 那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供应价值变动收益 是来自哪个会计科目 它的供应价值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市场上的供应价值 再来看一下EBIT 那我们可以看到EBIT从2008年至2016年 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那说明我们企业整体的盈利状况是比较好的 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盈利的净利润 主要是来自于经营所得 而不是投资所得 或者是营业外收入利得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EBIT的收入比重 相对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说明企业的盈利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那EBITDA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营业外收支 我们知道它的营业外收入金额相对来说不是很大 那我们要去关注一些点 包括它是否含有政府补助收入 那政府补助的收入是电信的收益 还是废话的收益 还是收益性相关的一些收益 是否有相应的政策性文件在里面 是否及时的回款 我们要看它相应的进账单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EBI收入增加 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 那EBI支出 我们既要关注是否有处置非流用资产的损失 还有捐赠支出 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罚金的一些支出 或者是税收不合规的一些罚款支出 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 那我们看它的利润总额 从2008年至2016年 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说明贵州茅台近几年的盈利状况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所得税费用 那所得税费用 从2008年至2016年 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与净利润或者利润总额 是保持一致的一个变重的趋势 那我们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中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 我们有效的所得税税率 会低于法定的所得税税率 或者是说高于有效的法定的所得税税率 那我们知道 当我们去做汇算清脚的时候 如果我们本年有不增的所得税费用 那可能会导致我们本期的所得税税率 大于有效的法定的所得税税率 那如果说我们本期有税收返还 那说明我们本期的所得税费用 可能是多缴了 那可能会导致我们有效的所得税税率 低于法定的所得税税率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少数股东水益 我们要看到我们非全资的子公司的 盈利状况是怎样的 那持股比例是怎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少数股东权益 我们要做相应的测算 再来看一下我们提取的公积金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公积金提取的金额 达到我们注册资本的50%的时候 是不可以再做相应的集体的 我们要做相应的测算 那就是离日表的整体情况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资产费债表的整体的一个状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货币资金 从2008年到2016年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货币资金 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那说明我们企业整体的销售状况 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每年的净利润可以给企业 带来新的营运资金 基于我们所说的货币资金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应收票据 从2008年到2016年开始 我们的应收票据是一个增长的状态 但是在16年的时候 应收票据又开始下降 那说明我们有些票据已经到期 要做了相应的切线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应收利息 从2008年至2016年 我们的利息收入 应收利息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但是从2013年开始 它只处于这个起伏不动不变的 是处于一个起伏不定的状态 那它主要是因为贵州茅台 它有集团的核算的一个财务总公司 那财务总公司会有相应的一些利息 给到相应的存款方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应收账款 从2008年到2016年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应收账款是整体处于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 甚至在2016年 它的应收账款的余额为零 那说明我们贵州茅台的产品相应 销售是比较好的 它回款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应收款 我们知道其他应收款核算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杂 有一些员工的一些备用金 还有一些保证金或者押金 都在该科目去核算 那我们要具体的去看 该科目核算的一些内容 那贵州茅台 因为它是从2008年到2016年 整体是处于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 但是中间也有一些变动在里面 那因为贵州茅台 它主要是核算的是备用金 或者是一些再付款的一些增加 那再来看一下预付的一些账款 那预付账款 它也是整体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那说明我们贵州茅台预费 比供应商的材料款是增加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企业的存货 那存货从2008年至2016年 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那它是跟企业的销量 是成一个正比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知道存货它不仅核算的是 再产品还有产成品 还有一些自制的半成品 还有原材料 那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产品 做相应的一个简直的计题 我们要看企业的存货 低价的这个政策是否合理 是否集体充分 是否存在不应该放在存货里面 但是放在存货里面去核算的相应的科目 或者是明信在里面 再来看一下其他流动资产 那其他流动资产 我们知道它该科目核算的 主要是一些流顶的增税的一些金额 那贵州茅台 它也是一些带流底的增助水的进项税额 再来看一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它的金额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那是因为主要是贵州茅台 它参与设立了贵州茅台下面的一个电子商务公司 所导致它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再来看一下持有制到期投资 持有制到期投资从2014年以后 就没有金额 那其实因为它的相应的债券到期 做了相应的赎回 那长期股权投资从2008年至2013年 一直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自2014年到2016年开始金额为零 那相对说明做了相应的子公司的处理 导致我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减少 那我们要看它相应的财务处理是否合理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固定资产 从2008年至2016年 我们的固定资产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固定资产 我们知道跟它匹配的一些科目有累积折旧 还有减制准备 那相应的还有再建工程 因为再建工程它要完工之后要转入固定资产科目 那我们要看在建工程转出的金额和固定资产 转入的这个金额是否相等 是否存在这种跨期的一个影响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工程物资 工程物资相应的金额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其实不做重点的分析科目 那再来看一下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 就是在建工程是否符合资本化 在何时进行资本化 如果有借款费用的时候是否进行了相应的资本化 或者是说资本化和费用化的金额是否合理或准确 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导致 我再建工程账变的余额是否精确 进而导致我转入固定资产的金额是否精确 那因为我固定资产的折旧会进入相应的费用 也会导致我本期的利润有相应的调整 或者是说不精确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企业的无形资产 从2008年至2016年 它的无形资产金额相对来说 从2013年开始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要看我们无形资产的摊销是否合理 是否做了相应的无形资产的减值 我们知道商业不集体减值准备 但是在每一年都都要做相应的减值测试 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期待摊费用 我们知道长期待摊费用它核算的主要是一些固定资产的改装 改造款还有一些工程的改造款 那我们要看我们长期待摊费用 分期摊销的金额是否正确 或者是否合理 是否存在跨期的影响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非流动资产 那其他非流动资产 它主要是一些 比如说一些预付的工程款 调整到其他非流动资产里面去核算 那再来看一下电研所的税资产 我们知道电研所的税资产 它是核算的是可抵扣在实际的差异 包括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的一些奖金 还有内部未实现的一些利润 这些因素导致可抵扣在实际差异的一些变动 进而导致电研所的税资产的变动 那发放贷款和电款这个坑目 主要是核算的是 我们贵州茅台财务公司 对其他单位的一些贷款 主要是旗下的一些单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企业的负债的整体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短期借款 那其实短期借款 自2014年有金额之后 其他年份是没有金额的 那说明企业整体的货币资金 是比较充裕的 不需要通过外来的借款 来支撑企业的发展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企业的应付账款 那应付账款从2008年至2016年 是整体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和我们存货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运输账款 从2008年到2016年 我们企业的运输账款是增加的 那说明我们的产品是供不应求的 那导致供应商需要提前支付相应的定金 才能采购到我企业的产品 那其实是跟市场的状况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贵州茅台现在销路 将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是处于这种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应付职工薪酬 从2008年至2016年 我们可以看到应付职工薪酬的金额 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知道应付职工薪酬 它除了核算有限制的工资之外 还核算的有年度的奖金 或者是进度的一些奖金 那我们要看跟企业的奖金注度 是否一致 是否存在这种跨期 进期奖金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企业的印交税金 那印交税金从2008年到2016年 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跟企业的利润的状况 或者收入的状况是保持一致的 那再来看一下企业的应付利息 从2013年到2016年 那企业的应付利息是有余额的 那该利息的余额额主要是 核算的是贵州茅台的曹公司 应付的旗下的其他公司的利息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从2008年至2016年 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那他主要是核算材料的一些保质金 工程的一些保质金 还有经商商的保质金 还有一些内部的往来款 再来看一下其他流动负债 那其他流动负债 他主要是核算一些专项应付款 比如说白酒 安全检测 能力建设项目 还有茅台的酒造生物转化项目 应付的一些款项 那我们再下来再看一下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只有专项应付款 也是一些特殊的项目 应该支付的一些款项 那整体还是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我们不做详细的阐述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股本 股本整体 是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每隔两年可能有新的进的股东 或者说股东的一些变动 导致股本的变动 那资本供给一般都是在 新进入股东的时候 有相应的股本溢价 或者投入的时候 有相应的股本溢价 一直是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盐运供给我们知道 每一年可能按照 我们微负负利润的10% 去做相应的一个进题 能达到实收资本的50%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做相应的进题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加上我们少数股东权益 就是与我们股东权益的合计数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的现金流的一个状况 那从经营活动开始说起 那我们经营活动销售商品 以及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从2008年到2016年 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那是跟我们企业的 营业收入的增长的趋势是一致的 那收到的相应的税费返还 是没有金额的 那收到的就与其他经营活动相关的 现金 也是处于一个增长一个状态 中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波动 金额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我们不做相应的解释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经营活动现金的流入 整体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那说明我们企业 产品销入商量说是比较好的 再来看一下我们 经营活动现金支出 那先来看一下我们购买商品 或者老五支付的一些现金 它整体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和我们企业的应付账款 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那支付的与职工 以及与职工支付相关的一些金额 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那支付的各项收费 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和我们收入 以及毛利 净日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那我们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 是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 那说明我们每一年度的盈利 都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现金流 导致我们现金流比较充裕 能够为企业的发展 增加新的资金来源 那再来看一下投资活动的 现金流入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知道我们购买 购买贵金资产 购买贵金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这个现金的金额相对来说 是比较大的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购入了 新的贵金资产 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 相应的一些改建的一些项目 需要投入新的一些资金 那导致我们投资活动的 现金流量的金额 是处于一个负数 那就说明我们投资活动的支出 大于我们投资活动的流入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筹资活动 那筹资活动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分配出去的股利和利润 或者是长付利息支付的一些 现金是远远大于我们 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 那导致我们筹资活动的 现金流量的金额也是负数 那我们企业的经营活动 减去我们的筹资活动 再减去我们的融资活动 所带来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现金流 就是我们企业本年度 新增加的现金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财务分析这张表 那从2009年至2016年 企业的营业收入是处于增长的状态 那增长速度相对来说 是在2014年至2015年 增长的速度不是特别快 在其他年度增长速度相对来说 是比较快的 那说明企业的产品 整体的销量 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EBIT的同比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的 那营业利润同比 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但增速在2014年至2015年的时候 稍微减缓 在其他年度相对来说变动 也是比较大的 那利润总额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那说明我们企业整体的这个产品 还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再来看一下我们企业的 营业费用管理财务费用 占销售收入的一个比重 那从2009年开始到2016年 营业费用占销售收入的这个比重 是处于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 那说明我们企业在增加收入 或者增加利润的同时 控制了我们相应的费用支出 导致我们营业费用占收入的比重 在做相应的减少 那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整体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财务费用占收入的比重 也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再来看一下杜邦分析方法下面的 几个核心的指标 总资产净利率从2009年至2016年 也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净资产收益率基本维持在23%至38%之间 那说明企业美股净资产为企业带的收益 金额相对来说比重是比较大的 再来看一下销售净利率 销售净利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基本维持在42%往上 再来看一下它的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 那说明企业整体的财务状况比较好 企业整体的运营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那再来看一下权益成数 权益成数基本在以以上 那说明负债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差 那企业的偿债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它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它应收账款周转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 在2016年的时候应收账款的余额是零 那说明企业整体的回款速度是比较快的 那再来看一下它的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是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 那说明企业的产品是公布应求 导致存货的周转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再来看一下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等于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 那说明企业的流动资产相对来说 偿债能力比较强 那速动比率等于流动资产减去存货 然后减去一些其他流动性不是特别好的资产 那它的流动比率基本上是在2以上 那它的流动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偿债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那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 那说明企业的偿债能力比较强 那我们最新的摊保的美股收益 是等于我们当年的会属于母公司的净率率 除以我们测算期的最后一年的股本总额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摊保的美股收益的金额 那最新摊保的美股净资产计算方式和我们最新摊保的美股收益的计算方式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美股收益是等于我们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股本的股数 但我们知道我们股本的股数是要用加权平均的一个股本的一个股数 我们要用年初的股本数加上年中发行的股本数乘以相应的全数 作为总股本数来计算美股收益 我们再来看一下流动资产中各个科目占比 那货币资金其实占流动资产的金额的比重相当说是比较大的 那说明企业有足够的营运资金来维持企业的运营状况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资金从2009年到2016年整体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说明我们企业每一年度在盈利的同时都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现金流 来支持企业的一个发展 再看一下企业的运收票据以及运输账款 还有一些其他运收款运输账款 他们其实占企业的总资产的比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那存货和货币资金已经占了企业总资产的70%左右 有的年份大概是在55%以上 那说明企业的流动资产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那相应的流动资产状况比较好的话 那我去做相应的债务偿还的时候 我的偿债能力是比较强的 无论是我短期的偿债能力或者是长期的偿债能力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资产的增长比率 那我们货币资金从2009年至2016年它是处于一个增长一个状态 那我们每年都有新的一些盈利 然后导致我们基因活动的现金流是正数 那再刨除我们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 就是我们本期新增加的基因活动的基金流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相信的运输利息 运输账款以及其他运输款的变动情况 它们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 运输账款在2016年的时候余额已经为零 那再来看一下流动资产中的运输账款 我们知道茅台产品是公布用求 那导致它的运输账款的增速相对来说是处于一个增长一个状态 那我们说明茅台的产品公布用求 导致购运输需要提前支付相应的定金或者是押金 才能采购相应的产品去销售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企业的营运资本 营运资本才是企业真正可以动用的现金流 那我们来看企业的经营性应收的一些项目 包含运输票据 运输账款 其他运输款 运输账款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相应的经营性应收的总金额 那我们本年的金额减去上年的金额 就是我们经营运输增加的金额 来看一下企业的经营性应付的一个金额 那么经营性应付的金额包括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运输账款 应付工资 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等等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本期的金额减去上期的金额 就是我们进行应付项目的增加的金额 那我们进行应收增加的金额减去 我们进行应付增加的金额 就是我们营运资本应该增加的金额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2008年开始 我们需要追加的营运资本 基本是为负数 那说明企业不需要追加新的营运资本 我们的经营活动可以给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来维持企业的发展 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本期新增加的资本性支出的一些金额 包括新增的固定资产也好 工程物资也好 在建工程也好 或者是固定资金领也好 那我们的经营性营运资本 加上我们经营性长期资本 就是我们本期投资资本的金额 那我们本期投资资本的金额 再加上我们的非核心资产 就是我们的应运资本的一个金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跟我们企业整体的销售状况 是呈相应的变动趋势 那我们现在对企业的财务数据做了相应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贵州茅台的一些基本情况 还有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知道贵州茅台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它的股票代码是600519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业的竞争格局 首先来看一下宏观环境和行业的一个环境 那从宏观整体上来看 因为我们 国际政治它变化有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在里面 那就导致我们无法准确的去预估 全球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走势 那经济变动的趋势对我们白酒的销售有重大的一个影响在里面 那从行业发展的趋势来看 因为我们政府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你比如说现在的酒价处罚相应来说也是比较严格的 那也可能会导致白酒行业会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一些压力 那从它的竞争态势去看 那有可能我们企业的营销手段或模式不断的创新 那竞争能力就更加强 那就会导致企业的因素状况比较好 再来看一下贵州茅台它主要的一些优势 它的优势包括它著名的一些品牌 卓越的品质 还有悠久的这个文化 还有独有的环境和特殊的工艺 另外它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国内白酒市场上唯一或绿色产品 或有些产品的这么一个称号 并且受原产地这个地域的一个保护 那它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 另外作为这种白酒行业的这种龙头 公司连续多年都是处于这种跨越式的这种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白酒行业的毛利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维持在90%以上 那它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是采购相应的原材料 然后生产产品 然后接着销售产品 原材料的采购主要是根据公司的生产或者销售计划进行的 那生产工艺它包括 制取然后制酒储存勾兑包装 销售模式主要是以扁平化的销售为主 辅助于公司直销的这种模式 作为企业的销售模式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它的行业的状况 从2016年开始 白酒行业它是处于这种深度调整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知道白酒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弘扬 那随着市场的监管的强化 或者是说金根或深根市场相应的举措之下 它可能会导致产量的增加 那收入和利润也会增加 那从需求的角度去看 因为我们居民的收入是不断增加的 那会导致白酒的消费不断升级 也可能会导致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另外从工技段来看 因为我们贵州茅台 它的产品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然后它的生产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定 深受广大客户的喜欢 那可能就会导致它相应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或者是白酒的价格会做相应的提升 另外贵州茅台是全国白酒行业的这个领军企业 它有深刻的文化底蕴在里面 那对消费者会有强烈的这种吸引力 就会维持相应的顾客 也会吸引潜在的新的顾客来采购相应的白酒 也是企业销售收入增加的一个增长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未来该行业发展的一个前景 那从发展的环境上来看 那由于从国际上看 我们知道经济政策它走向不明 它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在里面 那对我们企业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影响 那从国内的角度去看 我们宏观经济下面的行业的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 能否在这些困难中应当上突破远远的一些局限 也是企业能否长期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那从行业来看 行业的调整仍然是在继续的 我们知道过去的白酒行业 它是处于这种一增两稳三升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态势 它产量比较稳定 另外它的企业的数量或企业的资产总额是在增加的 那消息收入 利润 投资 增速也是在回升的 那由于白酒行业 它是处于这种供大于求 产大于销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可能市场激烈 像大家说也是比较强的 那企业 除非具备特殊的 抵御对手的能力 才能在竞争中获胜 但是从长期来看 白酒行业仍有一些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偏爱喝白酒 另外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一些提高 那大家更崇尚去喝一些健康的白酒 或者是喝好酒 那优质白酒 对收入增加 也是企业未来收入增加的一个新的看点 那从公司竞争者的角度去看 那贵州茅台它是世界知名的一个品牌 有自己独特的公益 另外它的团队 相对来说是比较精湛 也比较领先 另外它有稳定的这个消费群 还有真实的一些粉丝 还有一些欠在的客户可以挖掘 这都会导致贵州茅台的竞争力增强 那再来看一下它的经营的一个战略 那我们知道贵州茅台是 它是以酿造高品位的生活为使命 以健康永远 国酒永恒为愿景 以做强茅台酒 做大系列酒为战略定位 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 着力来实现自己的永久的 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战略 那贵州茅台就会不断更新 自己的营销模式 不断的对自己的产品升星迭代 然后吸引更多的客户 来忠诚于自己的产品 导致自己的营收增加 另外也有一些风险在里面 我们知道经济结构的这个转型 或者宏观经济增长 对白酒行业有一部分的冲击 那我们白酒行业在增长的时候 也有一定的压力在里面 另外有一些行业调整性的因素在里面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周期性因素在里面 我们知道国内的白酒竞争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激烈的 另外酒价限制等政策影响也可能导致 白酒的销量下降 四十生态对白酒行业的影响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那茅台酒是否能够在该方面有所造益 也是企业未来是否具备新的增长力的一个看点 那这就是茅台整体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一个前景的一个预测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华尔街学堂和我们一起成长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